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之后几天 8月26日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2周年的日子 这算是一般语境里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日 利卡将据说代表的中共内部坚持改开力量 选在这个时间地点摆出这么一个pose 自然是借中深圳改开胜地的地位 在官方语境里深圳和毛时代内陆荒野上出现的社会主义工业新城一样 同样是党亲手创造的奇迹 而且这个奇迹是现代创新先进的 自然也是更加正确的 深圳的诗歌是一度几乎成为中共第二党歌 全国人人都会唱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宇宙里 邓小平如造物主一般 说有就有 当立就立 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画了一个圈 便能长出座座金山 既然改革开放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中国主要的政治正确口号之一 所有人至少在形式上还得讲 那么各路依托于改革开放得力的势力 在这个概念已经名存实亡的当下 会越来越齐劲地跑来深圳这个圣地 拜一拜邓小平的各种神主牌 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深圳的民意政治地位看起来并不高 它依然隶属于广东省 只是跟青岛宁波一样的计划单列式 但它的确是公认的一线城市 这里有一大堆的中字头机构和企业总部 新闻曝光度仅次于北京上海 远比天津重庆更能上达天厅 实际上深圳是中国在任和退休高官 钟爱的冬季南下避暑地 习仲勋晚年就长期在此居住 并终老于此 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特许地位 更让他有了不是直辖 胜似直辖的地位 常常成为重大决策的诞生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 这座城市在中共看来完全是它自己创造的 比起地方四彩浓厚 或是境外势力影响巨大的上海广州 它更像是一座令中央放心的南方的陪都 更不了解深圳的人 尤其是北方人描述这座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不容易 这座城市不是方跨状或者放射状 而是从一端放射出了扇形 它的市中心也不是一个点 而是狭长滨海平原上一条长达30公里的线 这条线上东中西三个近乎等量器官的中心 形成了罗湖福田南山三个中心区 一排高楼如屏风般与香港一侧的无人郊野 沉默相对 在各自向北辐射出属于自己的腹地 延伸到山背后的广袤秋林 那里在最早划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之外 直到十几年前进入市中心 仍需要办理政见俗称关外 深圳虽然是一座人造的城市 但并不同于内陆那些一张图纸盖出来的新区新城 实际上它是许多股力量 互相配合互相纠结造出 这个城市一出生 便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被折叠成几个独立的部分 作为香港郊区罗湖 和作为世界工厂大车间的关外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资本主导深圳发展的香港时代蓬勃兴起 其后是2000年代开始北京力量强力进入培育出作为南方金融中心的福田 2010年代的宇宙中心时代 看起来高度融入全球化的硅谷分谷南山 这四个部分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分割 也各自代表了这座城市模糊复杂背景中的一部分 而看起来草根的原住民宗族力量保护下的所谓城中村 以不同比例分布在四个深圳的各个角落 给了包括十年前的我在内的许多出道这座城市的人一个安身之处 让这座城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至于高不可攀 很少有一座城市如此离不开另一座城市 当我们因提起深圳便不得不提到香港 香港是境外势力在中国之旁打造的自由港 而深圳则是重建了中华帝国 为了对接这个自由港的资源自己设立的特许口岸 如今的深圳香港的有形影响力 也基本上已经退缩到了以贸易产业为主 有大量港人居住的罗湖老城区 其他地方甚至你都很难听到粤语 说现在的深圳是香港郊区 恐怕只会引来无情的嘲笑 但实际上深圳赖自豪的电子通信产业 依然离不开早已许多年不装配电子表的隔壁 不仅是华强北的水货iPhone 工业深圳无数的工厂都需要通过香港输入的进口元件 甚至连据说掌握蓝星最先进黑科技的华为 也必须要在那里开设分公司 弄到一些来源沉迷的芯片之类产品 而深圳虽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其庞大的金融业也极其仰赖于资金自由流动的香港互通有无 至于从腾讯大疆到无数小创业公司的科技业 其起步和壮大所仰仗的投资 大部分也都在对面转手 甚至他们很多的目标也是在对面去上市 很多中国人包括天降伟人本人都迷信的中共给的所谓政策 认为深圳的经验可以无条件在白洋店之类的地方复制 但这些东西其实无非是一些 你不来管我就再好不过了似的黄恩浩荡 甚至早期的五个经济特区率 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的也只有深圳 因为这座除了广东沿海并不少见的良好港口外 别无自然自远 更谈不上什么人文积淀的口岸小镇 至今唯一别人没有也搬不走的 就是它仅仅意味着的香港 当然现在的深圳人口已经是香港的三倍多 经济总量也早有超过 但两者的关系依然是那个比喻 靠海的沙漠边缘建了一个海水淡化厂 靠着海水淡化厂建了一个面积和产值都更高的农庄 然后你想让这个农庄取代化淡厂的功能 当然更不要说现在这个滑海水化淡厂还能运转多久都成为问好 用财经视角剖析热点中的深层逻辑 喜笑怒骂间把握喧嚣下的中国脉洞 内容相当靠谱 形式绝不严肃 从深圳本体罗湖桥边深圳镇所在的东门老街一带向西十公里 你就来到了长江以南最向北京的地方 横平竖直的棋盘式路网 甚至连名字都有统一规律乃至数字编号 这里有宽阔的反人类的快速路 占地面积巨大的立交桥 规模大到公园级别的绿化带 动辄数百米的高楼 隔着广莫无边的大理式广场 在其中遥遥相望 尽管这里栽种了大片的小叶蓉和芒果树 但在热带常年直射的艳阳下 一切反射出令人眩晕的光亮 这里看起来很像北京的很多地方 当然现在我会觉得 它更像一个北美城市的中央商务区 它像北京并不仅仅是外观上的 这里也是京城之外 直通中央的部门几乎最多的地方 招商银行 中信证券 中广河等 数十家央企总部聚集于此 再加上绝大部分驻港 白区党企业的内地总部 各省各部委在此的窗口公司 这里虽然地理上几乎是离首都最远之处 却处处都有着权力的影子 老深圳也喜欢谈论某某集团 是某家宏贵资产之类的花絮 当然这类公司与首都那些 直接从衙门转型来都巨无霸不同 它们本身大多是深圳建立之处 各大山头派人南下圈地的产物 几乎每个公司都能讲一段自己的草根创业故事 虽然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 实际上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草根的奇迹 即使是后来被奉为创业楷模的王石马化腾这些人 背后也依然有着鲜明的太子圈地的背景 如果从直接覆盖了人口和占有的GDP规模来看 深圳的北京势力并没有绝对统治地位 但实际上它们控制的是这座城市的关键命脉 更重要的是 它们是中国官方语尽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定义 一座因为中央高瞻远主化了个圈 由来自全国各地讲普通话的人所建立的城市的道成肉身 虽然这座城市实际上近一半的人口 仍然来自于广东省的各地 但却在自我认同上高傲而执着地向着北方 更加热心于大国给它的使命 深圳确实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但从另一个维度 它也是中国最老的城市之一 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 都发生在21世纪以后 甚至2010年代以后 这里反而有着数量巨大的30年以上的老房子 但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 确实一直年轻的可怕 在已经迈向深度老龄化的中国 它依然保持着32.5岁的平均年龄 和各位数的老年人口 这似乎是一座不会变老的青春之城 40多年来 这座城市的人口逻辑没有什么变化 吸收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 在他们青春耗尽的时候 让他们中了大部分人回到老家 再等待下一批年轻人 这首先是关外工业深圳的运转逻辑 雪旱工厂的运转模式简单直接 鼎盛时期 仅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地 就近百万人在流水线上进行单调重复的劳作 他们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 或是关外的农民自建坊 并不指望在这座城市定居 唯一的愿望就是挣扣钱衣锦还乡 他们也不可能拥有这座城市的户口 成为它的正式居民 在21世纪初 这里的户籍人口长期只有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低 这是一座几乎没有永久居民的城市 当然深圳户口相比金户 取得难度其实并不算高 实际上在这座城市进入金融业和科技业时代之后 这些完全符合这一条件的从业人员 依然对扎根这座城市异性阑珊 因为这里在有钱的同时 各种生活服务配套实在乏善可成 在我刚到深圳的时候 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仅有不到五家三甲医院 就是仅有的几家还普遍被认为 水平完全不能跟广州的大医院相比 唯一的深圳大学常年徘徊在一二本之间 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级学校严重供应不足 抢学位让大部分父母十分头大 来深圳的目的有切仅有搞钱 是大家的普遍共识 至于更多的人被供应十分有限 价格上天的房产价格彻底打掉 扎根于此的梦想那还是后话 其实深圳就是用来搞钱的 这不止深圳人自己这么想 在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的当下 深圳一个副省级城市 每年都能上缴中央达五千亿人民币之巨 占广东这个中国第一副省 上缴财政金额的大半 而这些钱其实本可以拿出一部分 用于本地的公共建设 这座城市其实一直都只希望 留住你的青春年华 希望你再次尽力为梦想拼搏 仅此而已 我在2012年来到深圳 刚好是香港郊区时代的尾声 这座城市还是以工业都市面貌示人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领来说 并没有多姿多彩的金户吸引人 我算是深圳从略显土气的工业城市 变成绚丽无皮的 球级大都会的见证人之一 特许圈地洋股市竞争胜出的那些企业 如华为腾讯大疆 在全球化时代最后也是最高潮的时刻 走向了世界 携中国十数亿人卷出来的各种应用模式 创新的成果 以及数以十万计的高技术民工996的心血 一度看起来要成为与西方同行分庭抗理的力量 这些中国的大科技把曾经因为远离市中心 只能作为工业区发展的南山蛇口一带 变成了世界级的科技研发中心 也让福田的金融业空前活跃 科技深圳空前骄傲 它自信属于全世界 当然这一点最先体现在和世界接轨的房价上 当然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深圳湾并不是旧金山湾 中国的大科技比他们的美国同类要脆弱的多也卑微的多 西方对华脱钩之下 失去全球合作科技支撑的微创新无以为及 而他们曾经的成功又吸引了太多嫉妒的目光 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气质 乃至深圳制作的城市本身的出现 在习近平的内循环中都是尴尬的存在 曾经奥利事业朝头的巨人 要么如华为沦为失去造血能力的真正国企 要么如腾讯瑟瑟发抖 祈祷不要沦为天降伟人下一个灰刀对象 996亿火哈是奇性 而不对是狼性精神 是成功的既非冲药也非必要条件 如果过了风口 爱拼也不一定会赢 直到这里 我一直都把这座城市本身当作主体来描述 至于其中的人呢 大概来了就是深圳人吧 这座城市最著名的格言之一 却像是摆明了 就说这里只是一种淘金人小镇般的热闹 随时可能突然消失 虽然这座金矿聚集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 的确 虽然这里是中国业主委员会的发源地 民间自组织 也是中国城市里最发达和丰富的 但这里人确实不大想清楚过自己到底是谁 大概还来不及吧 离开中国之后 我不时会重新观看一部电影《过春天》 这本是一部以深港跨境学生和水货走私为主题的电影 制作虽考究 毕竟只是个小题材 但 这的确是少有的描述真实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一部分人 而非把它当作无情感的工具式故事背景的少有的作品了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每日穿梭于港深之间在无人理会的冷漠中迷惘于自己的身份和归属 仿佛这座城市在更多重的身份冲突的夹击之下 迷失困惑的华盛都 其实想不明白自己是谁的 又何止是深圳人 人能想明白屁股和脑袋关系 大概也就走出了青春期 但这期间代价也许会很惨重 只希望他们还有机会 本期节目先给这座我又爱又恨的城市 此朝下期与您继续相约中国最前线 再见